歡迎收看 參覽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 參覽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 還有公民行動 已經進入資料庫 我們聯合製播了一個網路視訊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來讓大家瞭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一些文化制度 或者是法規的問題 讓我們不是只有看到衝突的熱鬧 也可以看到在這些社會事件 社會運動背後的門道 我們知道在臺灣 其實語言的問題 其實長期來都受到非常多的 爭議跟討論 例如說在過去 臺灣的廣電法裡面 都有非常明確的規定說 這個節目播音應該以國語為主 但是方年節目要逐年減少 是在當時 《廣電法》第二十條裡面 是有這樣的規定 那後來當然是被廢除了 但是即使如此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臺灣的方言 所謂的方言 不管它叫做台語 或者是叫做閩南語 或者叫做客語 或是原住民的語言 其實在整個社會裡面 即使有了這些有部分有頻道 或者是有了這些所謂的母語的教學 他恐怕都還是弱勢的一種狀況 所以最近這幾年所謂的台語頻道的呼聲 也越來越多 同時文化部也非常正視這個問題 不過因為他可能具有某種在資源分配的爭議性 甚至某種的政治的意涵 也引發了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那文化部雖然編列了預算 不過前幾天在立法院 立法院高金素媒也覺得做一個母語的節目 一定要用一個頻道要花這麼多的錢嗎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是邀請到這個台語頻道的這個召集人 也是公共電視的資深製作人 呂東喜來跟我們去討論這個問題 東喜你好 寬老師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最近看你這個氣色好像不太好 很鬱鬱 睡不好 睡不好為什麼 就為了這個台語頻道的誤算 節目有幾月 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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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睡不好 你們是全部節目都準備就好了 也不是說準備好 就是說有幾月 風雲都幾月好了 就缺醫生 缺青藍 就是說台灣議員通過之後 我們都會開始丟臉 正是丟臉 所以你們本地怕勝功美女就開始 也開播台語頻道 按照這個計畫 如果這個進程 按照價位是美女 按照價位是美女 年中開始 但是就是說 現在立法院如果丟臉 可能就會 這個有算算那個立法院嘛 現在高經委員就說 要做一個好的母語 不需要一個頻道給你們 在既有的文化部裡面 公務電視有很多節目 比如說你做的這個台語的五間新聞 或是這個頂巾人物嘛 頂巾都是這個所謂的有台語發言的節目 這不夠嗎 對於公共電視來講 各位公廣集團的說這是不夠的嗎 我像我兩點來說 第一點來說 議員團沒有賓款的問題 就是說目前因為 畢竟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有原住民電視台 還有有客家電視台 那今年又新增到有 原住民公佈電台 全國性的大公義 客家公佈電台也全國性的 就是說 目前的續軍裡面 法議不要說 如果其他續軍 法議以外的續軍 客家有安住民 有電視台有公佈電台 現在從議員團部的賓款 從續軍的賓款來說 要求一個台語的電視台 甚至說 現在是像一個台語的賓道而已 公司加速裡面一個賓道而已 我想這樣應該不是很過分的要求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我要強調一個人去正時 公司 像高金委員說 公司你們就已經完了 在做節目 台北新聞 頂親 甚至我們的伴侶 但是這節目是因為 你有意義算才做 頂親因為他也只要一年而已 不然你如果說換裝 今天換當事 我沒有醫生 這節目就沒有去 他怎麼知道電視台就是說 你要有一個正式的規模 有延續性的介護 你才有法度去 保養人材 再接続更好的介護 才可以延續 目前公司所有的介護 因為公司醫生高院 有10通驗 還跟木犯來 也是10通驗 人數費就減很多了 可以說目前公司所有節目 切成就不夠了 怎麼可能又打冠 我們的節目說 他現在是因為正直說 說你要加強台語的節目 所以我們公司牧場 才有一些台語的節目出來 好 每年要是換主管 換總經理 換董事長 換文化部長 我說我沒醫生了 這節目是不是就沒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對一個公司來說 這個公司的政策是什麼 可能跟這個董事長 董事會 跟總經理是有關係 但是這個董事長 或是說這個總經理 沒有這個官僚 沒有這個想法 他可能就不會繼續做這樣的節目 對這個國家來說 他如果有這個想法 但是他沒有錢 沒有錢 這是國家的餘生的問題 有一個平台 這裡有辦法援助 有固定的餘生 這裡有辦法做固定的節目 這裡可以去培養人材 如果這樣就 對於說你跟公司都全國台語 他台語會煮問題 但不是 他目前是他20年來的歷史 他就是傳統法理的節目 但是現在議長的問題 我們現在只要是 第一年一家編列預算 所以如果要做這個長期 也是要這個長期的 可能是制度法律裡面 對 對 適合我們待會兒再來談 不過有人覺得說 有這個原住民頻道 有這個客家頻道 是因為這個軸文 他在過去都是六世 他的語言 可能都沒辦法說 當然我們也知道台語英俊 也是被某種程度的限制 可能小時候也掛一個告白 說我要說國語 但是現在 好像很初期一樣 不一樣 比如說原住民頻道 跟這個台語頻道 是以前差不多十年紀前 就開始失業 現在我們看著 所謂的民主化 所謂的本土建款 慢慢起來 後後裡面也有加這個 所謂的母語 這個台語還是在 這個社會裡面是弱勢嗎 需要有一個專門的頻道 來對於這種 就這樣的語言 來做一些保障嗎 可以這樣說 台語最對他客家 他還是原住民 他當然是比較強勢 但是我們在台灣社會 比如說以法裔社會 我們台灣總統 台語他的消息的程度 不太近了 我幾個就說 我十年前 我回去分寧 我回去海口 你可能聽出民家拼 英國男生 小年男的魚 十 guy裡面 可能有五六六七年 五六六 consid 可能會參加個一台 講台語 我現在回去 十年 Dallas нуть一再兩次 會參加一些英國 講台語就非常好 應該年輕uzz 這是一個四年代 你在做老師 你問你班的同學 有在講台語的幾個 南部可能比較好 如果說北部的學校 目前的大學生有在講台語的多少 這樣去問就知道台語是不是消息 因為這個消息不是說 他是怎樣 他是一個小台語就不去 一般裡面 可能現在講台語的 可能幾個而已 他到他的一台都完全不去 台語怎麼沒消息 當然會消息 他當然沒想起到官自民那麼快 但是他的消息聽到 也是適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認為這是評委的議員 你說台語是聯合國教科主委是認定的 他也是認定的評委 所以當民眾這件事 他說官自民放到他比較六歲 所以他省省電視台 這是理所當然 你本來優勢很寬就是要照顧到六歲很寬 但他現在已經放到台語的官自民電視台 甚至有全國性公布電視台 目前台語就是要求一個頻道而已 他還不是一個電視台 只是一個頻道而已 他的規模是很小的 他要利用公司的 支援公司的 那裡做一個 我認為這樣應該是 不是很過分的要求 你現在是說他是一個頻道 比如說公司有一台 二台 三台 然後可能是公司四台 叫台語台 履修這個做法 不是跟原民台跟各家台 以及一個獨立的電視台 是不一樣的 當然沒有 主管上面的分配 上面的差異其實是很大 不過另外一個問題 你現在要做這個台語頻道 你剛才說這個語言消失得很快 可是一個頻道有辦法去承擔 這麼大的責任嗎 因為現在聽起來這個台語頻道 我一直很偉大 這個很沉浪 你怎麼有辦法去做這個事情 當然不是說你 你成立一個台語頻道 他就辦法幫他議員補足 但是你如果沒有 他可能 可能越害 越害嘛 譬如說現在客家台 我準備電視台 現在我準備電視台 早上 我常常在講一個故事 我常常在我們公司的美棟 公司的美棟 大廠你也不要常常 那大廠你如果去看 客家台還是觀眾朋友 電視台在錄影的時候 有一個學生 對 老師帶學生來這裡 參觀 不是參觀 錄影 錄影 他要來錄影 是錄影的模擬 是 他要來進行 他在校他就要練習 他就要講 老師要教 父父要教 教之後他來教 要錄影進行 他們在大廠就開始練習 電視後去 後面 開始錄影 出來後 他回家說 我當時要補出 他這個不是說 他說你多少人看 這是潛移默化 他說他的模擬 是一種公營 我可以去錄影 我可以做電視啊 所以說 為什麼你一個電視台 我就叫模擬 不可能 老實說 不太簡單 如果這樣 就不需要去 根本 客家的觀眾 就不成立的必要 目前我們所有電視台 都發揮 他當然是規定 你不能說無意 是 現在是說 現在不規定 也是沒有 對啊 因為大家都說發揮 說習慣了 包括我們 我們現在說到一半 我們 也是回不來 也回不來 到外面 很多人也說到一半 就開始說發揮 因為這是習慣性問題 現在是 基本上是要求 一個賓道 可以正式來 重視 無意的團省 包括議員 包括文化 因為文化就是 議員是文化 最重要的團省 因為你有一個證明 我說以前 我們可以看 《關於報大戲》 很多戲在電視可以看 現在是怎麼沒辦法看 因為你沒有一個賓道 你沒有一個節目 你沒有一個節目 過程的節目 給他們的表演 譬如說 報電視可以在電視看 現在就沒有 對於說 有啦 霹靂 霹靂 那是蘇聯的 蘇聯 他如果有錢做 沒有錢就可能得到他 你民心 你如果說 他的大使節 他的聯繡局 如果沒有賺錢 他如果沒有錢 他敢不幫你做 很好的節目賣 他就要賺錢 你一個賓道 他就有辦法去 他說他有機會 可以讓很多 因為議員相關的文化團體 包括戲劇 包括文化團體 其他頂頂 他有機會 可以在電視 來表演他的節目 現在電視台 越做越少 原因 我們還可以看八大三 有很多歌唱節目 一些老的藝人 或是新的藝人 都會在那裡唱台語歌 但是現在越來越少 這越來越少 一部分是歡迎收視率的問題 收視率是不是有歡迎 說這種人口也越來越少 不管他真的說台語的人 越來越少 想要看這種節目的人 是越來越少 這應該是兩方面 一方面說 我們現在看收視率 電視台來說 尤其這五名裡面 這有三個節目 這都是台語的 台語裡面 所以台語不是沒有人口 是你要接觸還是不接觸 而且就是說 你接觸台語 包括他的功課 可能比法語比較少 因為台語的人口比較老 雖然說 購買力可能沒那麼強 對 所以說可能我就接觸法語 比較偶像劇 甚至會不會買的 因為你現在接觸一個台語 不管是中的還是市長 它的成分很高 但是我現在在台語買 中國的市長 那就是韓國 那成分差很多 所以現在所有電視台 都購買的 你看我們的收視率 台語裡面 除了台語以外 就是台語的 還有韓劇 為什麼 他們比較熟 那電視台比較有 台語的節目更有見證力 對啊 你看前五名 前五名裡面 正三名 才會用台語的 所以台語不是沒有 是因為成分的可能 所以你說不管是所有電視台裡面 他當然是 他為了要參 中國大陸 他當然要製作 他符合他的標準 市場區隔 市場區隔 但是就是說 因為 你的一個公共平台 你要做台語 就不是王 王這個時刻 所以我們來看 比如做一個公共頻道 來說 這個最重要的台語 最重要的市長 還是說他自己的科路 有時候好 有時候不好 但是放在一個 公共媒體的責任來看的話 他可能要做的不是 只有純粹的商業考量 但是那一會兒 我們等一下再請教 呂東西相關的問題 這應該是一個好事 是一個對我們的文化的提升 有幫助的事情 所以我是希望說 所以有有金管官僚 有國際官 所有的立法委員 可以來共同支持這個案 讓我們這個台語彬道的 義生快通過 讓我們這些 今天在地來的這些孩子 甚至是他們沒辦法來的孩子 都可以有台語節目可以看 基於文化平權 我們認為說母語在附贈的過程 其實傳播權 國家的保障應該要平等 所以已經有圓民臺客臺 我們支持設立台語頻道 民進黨當團總調職員 瓜建民也現身來感動 他也向高軍宿媒拍照好 希望台記民党的鼓勝 可以順利通過 甚至連民進黨的立委 都希望鼓勝案可以通過 不過高民黨的立委 是都認為 丟致民党當時 太過頭股 可以勝出 賣這個步 都會遇到手上的問題 這後高軍宿媒是差事 鼓勝案總結八千萬 沒有需要再拿出專案報告之後 再加兩下三時間來討論 記者總共報導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忠祥 今天在我們現場 跟我們一起聊天 那是臺語頻道的召集人 女東西 東西你好 館老師你好 燦爛時光會客室的台語要怎樣 燦爛時光 燦爛時光 時光 時光 不一樣的這個發音 背後的那個思考邏輯 那是Q比較有問題 每個時候才說的不一樣 是是 我剛剛想不到 我到底要怎麼聊 西庚 西庚 好 沒關係我們待會兒再來研究 但是我們也是要回來研究 這個台語頻道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知道很多國家 有族群頻道 有的族群頻道 是比如說我們台灣的原民臺 或是客家臺 這種族群頻道 有的族群頻道 是綜合的族群頻道 綜合族群頻道 例如說澳洲 澳洲的頻道 就是這個族群 這個頻道裡面 會有很多不同的 類型的這種頻道 不同語言 因為他是考慮到 是整體的族群 這種單一族群 單一頻道 有一個好處 這個好處就是說 他對於所謂文化傳承 教育的部分 是有很大的意義 但是他會出現一個問題 族群平常有兩個目的 一個目的就是文化傳承教育 另外一個目的就是 這個社會對話收容 所以也變成一個狀況 我們常常問說 你是不是 你如果不是原住民 你可能就不會看原住民族群頻道 你不是客人 你可能不會看 有些客人的這個 客家頻道裡面的戲劇 他會自然語 他可能也會比較喜歡看 所以台語頻道 會不會也出現這個問題 說他在文化傳承上面 是有幫助 他的確一定會有幫助 但是在這個 社會對話 社會溝通 這個部分 會不會反而造成一種限制 這當然是有些人的疑問 但是這 因為這是按客家 或是觀眾民的角度來看 有可能他會 絕對比較六歲 人口也比較少 所以有可能有這個情形 但是 畢竟台語 他在台灣 那是大多數 算什麼不理大多數 對 只不過是說 習慣性因為 大家都變給發育的罷款 去壓下來 所以台語頻道 他沒有代表說 他做的節目 他做的節目 就一定是 都只要給台語的人看 他有可能是 想要了解台語續劃 甚至是他 很多元 他的技能已經消失了續劃 台語消失的人 他想要來看台語節目 因為 目前就是 電視台裡面 台語節目很少 他沒有下去看 所以 我認為台語的頻道 他第一個階段 是要把我們來的台語續劃 扭進來 除了八點檔以外 還有一個台語頻道 做台語節目 所以他的對話 不是說 因為他 畢竟他不是 客家台 不是原住民 他是優勢 甚至說 包括 農映台 或是高金索敏 萬人文化 絕對 五六千萬 是啊 他台語頻道做的 節目 甚至我認為 他如果做好的節目 他有可能變成 外銷 中國 都可能 現在會問 電視台 很多都是民視的節目 對 對 也是都民視買過 剛才民視那些 台灣跟今天 比較好的台語節目 可以買去國外 所以 他的參加對話 不是只有說 台語人 台語全軍的人 甚至 在台灣 不管你說法議 客議 或是民意 他都會 有機會來接觸這個 運動 你如果接 節目資料好 資料有意義 就可以來看 不然為什麼 目前我們的收視頻道 我們的收視最好的 都是台語的節目 前五名 我剛才說過 前五名 裡面都是台語的節目 但是裡面看起來 就是台語人 都只連續局而已 但除了連續局以外 人家台語跟沒有其他 會好的節目 可以讓社會大眾看 所以這是台語頻道 他的優勢在這裡 所以他不是說 我們人家 我們這些人 自己來參 自己來製造 不是嘛 他參加社會 對的甚至可以擴大 但是我們說 是一個做法來講 我們把台語的節目 我們剛才是說 一個拼圖 比如說 我們在公網集團 裡面的規定 我們法律規定 還是有什麼辦法 規定 你要怎麼在公網集團 不同的頻道裡面 他有某一定比例的 這種的台語節目的錄出 也就是說 我們過去有這個廣電基金 廣電基金直接去徵收頻道 的時段嘛 譬如說這個法律上面規定 那你當地無線電視台 台視 中視 華視 民視 他必須要規定 一定要去做這些東西 這是不是另外一種的做法 不用一個電視台 用其他的方式 大家的收視的過程當中 比較容易看得到 而不是要特別轉到 這個頻道來看 目前你有可能 整個規定 所有電視台 裡面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 你覺得這是最不可能 以前你規定 政府規定說 你不可以 你那個 沒有你的節目 一天可以 一小時而已 意思是一樣 對 你回過出來說 你現在所有電視台 你裡面一定要有台語 或是客語 或是原作名 多少 這是回到 過去他威權的時間 威權時代說 就用判斷 因為這個 這已經目前社會 沒有這個條件 沒有這個條件 你不可以用共濟 不然我們共濟就是 只好就是說 我有一個 逐個人的賓斗 那目前台語的賓斗 只不過是 公司 山海台裡面 其中一個台 因為目前是用 公司利台 去把它專制 台語台 原來利台就在補 那利台他補 當然是原來公司 所以我認為說 只要他的節目 可以做得好 可以讓社會台中接受 不一定說 你節目就只有一個人在看而已 只是說沒有這個問題 你如果做得好 不用說 你所謂的固步自封 或是把自己鎖住 也不用到其他頻道去 別人自己會來看嘛 對 比如說客家台語 他有幾檔的 那種 那種 最近有電修 做得不好 也是很多人去看 是不是客家台語 也會不會出去了 意思是一樣 那是怎麼看外國的電影 跟外國議 說的電影怎麼去看 那不是議員的問題 那是節目的問題 節目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一個 台語的賓斗 他比較有整體性 對 比較有主體性 要經過的設計 他比較方便 可以做完整的規模 我剛才說 你如果剛才規定 你這個台語要做多少 但是問題是 別人不一定要接觸 對 不要接觸 甚至說你的主管 或是你的政黨 認為不需要 他隨時怎麼改變 那有一個固定的頻道 說固定餘生 他才發作去做整體規模 這個不久長長 甚至最重要 就可以保養人材 我們如果這個電視台的經營 來看 我們知道這個電視台 可以做得好 跟他的這個長久性 穩定性 跟他的有算是有關係 當然啦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文化部 是編列這個預算 這個預算是四億五千萬 還是四億 四億 這四億是臨時的嗎 也不是說臨時 他這是 好像是他自己的預算裡面 不 這是生徵的 前瞻預算 社會預算裡面 鑽難預算 前瞻過幾年就算了 對啊 就是說 他這可能明年就沒有了 這樣怎麼辦 所以不是說文化部希望說 他的國家議員法可以通過 甚至公共媒體法可以通過 他才有一個固定的法官 可以變成什麼公共電視台 他可以固定 便宜什麼 台語頻道去做節目 這就要看我們的立法委員的程度 立法委員的速度 所以對於你來說 你也是願意說 必須是在公共媒體法 跟這個國家議員法裡面 可以有這個更明確 更長期的這個做法 當然 因為 就我來說 文化部他希望 包括目前的全軍電視台 都可以納入公共媒體法裡面 比如說 跟台灣觀眾民電視台 甚至中央社或是中央公共電台 都可以變成國家 但是這個困難都不在乎 立法委員是不是可以接受 整個公司的公共媒體 到底什麼來看這個 每一個台的價格官不一樣 但是文化部 他當然希望 一個公共媒體法可以成立 可以支援綜合運動 當然法律要通過 但是在法律要不通過 這時候 台議員的主要是說 如果到國際議員法 他的通過速度會比較快 政議會比較適合 現在已經二讀 通過 他讀通過 他讀通過之後 只要通過之後 文化部有一個法官的議題 他就可以過程的時候 給台議員法來做 對於我們台灣這種的政治氣氛 你會落關嗎 當然沒有落關 但是我認為 只要民進黨 是立法委這麼多 這是我們的政策 裡面的台部委員 臨黨的一個政策 當然是吹聲 台議賓州的聯名 拜風各洞各洞各洞 國民黨支持的人那麼多 已經簽 贊成人簽到一半 現在立法委 這次立法委一半以上 都是簽通過的 有七十幾個 支持嘛 七十幾個支持嘛 其他不是說沒有支持 不會去找 不可以去找 因為他不可以去 拜風其他委員 正是簽支持的 有超過一半 所以這是不理六關 只不過是說 可能有一個 我也不知道 郭金索媛的行為是怎樣 他的動機是怎樣 我不知道 我不能去他追 但只要說 在這個立法委裡面 生態裡面 各洞各洞 各洞 各洞 各洞都支持 為什麼他會不會過 我認為是很六關 只不過是 他中 有一些坡 對 跟一些溝通的過程 對 像現在已經 今天就已經死了 我們現在看到 比較少有這個 台語頻度可以出現 有台語來出現 但是我們也要回歸 一個現實的狀況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特別有一個 韓國瑜 高雄市的市長 他說母語 要在家裡面學 我們有很多 這個所謂的鄉土教育 母語教育 都在中小學裡面有 現在說沒有 我們現在要教國際 教英語 雖然我們多千多印度 雖然不說 台語要在家裡面學 但是你可以從他一些相關的 談話跟政策裡面 還是覺得華語 跟所謂的英語 它是重要的 這個問題 要怎麼去解決那個問題 有一個電視頻度在這裡 但是好好不想教 還是好好在家裡面 沒辦法說 這 是不是要杯水車薪 然後能說有限 我認為這是要 多管其下 因為 剛才說 一個台語頻度不代表 你可以將台語傳承 但是 這是包括教育 你也是要當時 我當然沒有認同 韓國瑜市長的公法 當然 議員一定是在家裡要說 但是 我們到學後變成短暫 因為孩子在家裡說怎麼好 那台北人大家都說發議 變成 他沒有這個空間 我們目前的母語 一個禮拜這麼幾個而已 對 這麼一個可能一個兩個禮拜 他沒有機會說母語 所以我認為說母語 甚至在教育裡面 還要更強 因為他在家裡說 他到學後 如果沒有機會參加人說 他就不會 他就不會再回來說這個 他好像住在家裡可以說 甚至他很高興 帶回家 參加阿公阿嬤 變公國語 阿公阿嬤要用台灣國語參加 很多家庭都這樣 所以台語的消息就是這樣 母語的消息也是這樣 你客家圍也一樣 完全沒有一樣 因為我們目前學校裡面 沒有這個環境 很好的環境 但是現在我們看市長 這樣說不會是一種 對我們來講是一種 反錯的力量嗎 這小的就是這樣 因為餘館來 就是法醫百館 你如果 我說我那台北 他自己開 他自己開 英語保持班 對不對 他開英語保持班 他這樣說是正常的 問題是 他是用他的思考 但是台中 怎麼接受 孩子一定是 他有這個環境 他才有那種 語言去影響 你如果在學校 不再繼續教 沒有這個環境 他的語言就短暫 為什麼 我來台語也退步 為什麼 因為我們十五歲 來台北 十五歲來台北 後大家都說國語 我是說台灣國語 台語就漸然不去 這是社會 整體的環境 這是因為 我們的國語政情 因為國語政情 已經現在這樣 我們沒辦法去改變 只能從台語面 甚至到裡面 一點點 一點點 做多少 算多少 沒辦法說 這個語言完全都 回到原來 百分之七十五都說台語 但是就說 可以從這個 無意的團成 可以再延續下去 所以對於 你來說 這不只是一個工具 也無言 它也是一個文化 對 所以不然這個工具 這個文化 可能也會小心 當然 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經常說 電影出來 北家鄉 這是以前 競化 很多民宿 都競化 因為很多 競化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一個政策 沒有去把政治這個文化 不管它是台語 還是它競化的文化 因為這是 電影季局 電影文化 因為你沒有把政治 沒有一個電視 政策在那裡 所以漸減的人說 這好像很價錢 我們就要去看政治 要去國家 兩天的 那才是文化 但是這個價錢 都不是文化 所以這個電視 在補出是大眾文化 對 這個大眾文化 比較主人 我們剛才說 好 可能會教 不夠錢 不夠多 但是你看電視 可以看到 這個語言 他才有機會再延續下去 語言延續下去 文化也有才有可能 其實持續的這個延續下去 今天非常謝謝 這個呂東希 來接受我們訪問 他們也有機會 再在禮拜開講 來講話 下個禮拜 空中再會 拜拜 來不及發現 曾在手中的幸福 消失不見 心中的黑暗 掩蓋了希望 忘記要相信 生命的動力 是原子夢 萬千種 繼續的去夢想 歡迎收看《管件新聞》 我們一樣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民雄大學路有關於這個 整建跟芒果書移植的這些問題 在禮拜五的時候 嘉義縣政府建設處 也到這個豐收村 來跟大家舉辦說明會 那會中呢 提出了這個兩岸併程 一個就是維持原岸 另外一個是 依照這個護術聯盟所提出來的 只要去修改部分的這個路段 就可以保護保 保障下來這個芒果樹 不被移植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會中其實很多的村民 非常熱烈的討論 大概來了一百多位的 這個關心這件事情的民眾 在裡頭大家暢所欲言 雖然大家對於這個芒果樹的 這個保留 事實上是有非常大的共識 可是在食物上面 怎麼去修建道路 其實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有一些小小的 這種所謂的論辯 不過最後我們看到的是 彩形的護術聯盟所提出來的 這個有關於 芒果樹的這個保存的雙贏 跟道路安全的這個雙贏 雙贏的方案 那我想在這個過程當中 雖然一開始 縣政府並不是願意 跟大家進行溝通 可是慢慢的 在民眾的壓力 在這個媒體的報導 在這個所謂的 不斷的去拜訪跟溝通的過程當中 縣政府也這個態度 也開始做了一些轉變 願意提出雙贏的方案 讓大家來討論 那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民主的過程 在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地方政府 因為他的預算的關係 因為他的前瞻計畫的關係 他必須要快速的施工 那對他來講 這其實可能是每一天的 非常多的工程的一小部分 可是對村民來講 他卻是一件大事喔 但是沒有經過跟村民溝通的過程 這樣子直接的去做這個工作 去做這種所謂施工 恐怕是一個非常粗暴 並且不符合民主精神的一些做法喔 那還好我們看到這個縣政府 願意去表達自己在這部分的疏失 同時也願意去正面的回應 這個村民的這樣的一種做法喔 坦白說對我來講 這個道路怎麼施作是一回事 可是那個過程 民主的過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喔 好這次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禮拜 有關於大學露芒果樹的這個 這個後續的發展 我們之後也會跟大家持續來關心 這個事情到底是會怎麼做 怎麼進行喔 是不是按照縣府在現場的承諾進行 我們也會跟大家來持續的追蹤 跟關心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 是有關於這個花蓮的這個記者 集體去承包縣政府的這個採購案 來協助收取與情的這個所謂的相關新聞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則報導 花蓮在地記者幾乎多數都被牽涉 立委段一康上午在立法院拿出今年與去年 花蓮縣政府的媒體採購案名單 質疑前縣長傅昆奇以標案名義包養媒體 實際到政府電子採購網查看 確實今年十月中旬 有二十五件縣政宣導影片素材資料庫 蒐集建立採購案 勞屋類的標案還著名是哪位記者得標 每筆標案十四到二十八萬元不等 交六個影片或者十八個影片 你就可以完成這個標案 就可以拿到十幾萬到二十幾萬 那個時候的縣政府的副秘書長謝公炳先生 也私底下找記者 說要請他當縣長的民間友人 作為他的側翼 那每一個月可以收五萬塊 被點名的縣府前秘書長謝公炳被質疑 找了記者來當面開架一個月五萬元 做輿情蒐集 對此謝公炳下午電話不接 無法取得回應 而這項爭議採購案是由花蓮縣代理縣長 蔡必仲上任後主動公布 副秘書長李迅寧表示二零一七二零一八的標案 早就結案 依法應該在結案三十天內上網公告 卻沒有上網 他還質疑這個現象匪夷所思 學者認為媒體與政府存在監督對立關係 如此一來可能讓媒體監督失去力道 消息曝光後被點名的記者傳出部分已經主動請辭 臺灣新聞記者協會也發出聲明 這種行為無一重創同業的努力 再次令臺灣社會失望 涉案媒體應該向社會說明案情 以及所雇用記者的專業操守標準 用實際作為回應社會對於第四權的檢驗 記者綜合報導 這樣一個報導其實 這樣的一個現象其實在 臺灣的地方政府 或者是地方的媒體當中 其實說實在的是有點普遍 只不過那個普遍的方式 不是像花蓮 比較不會出現像花蓮 這種直接去用個人的名義去承包 它常常會有一些公關公司 或是地方的媒體 那或者是地方的這種所謂的專業組織 去承包了這些所謂的案子 然後這個案子之後再來轉發給個別的記者 或是記者本身也成立了這樣的類似的一種工作室 其實類似的狀況其實是很多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不應該的作為 其實說實在的 不僅是收買 它其實也是一個出賣靈魂 可是如果我們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來看 這個臺灣的地方記者的整個的工作條件 是非常非常不好 例如說他們薪資恐怕比台北還要低 但是他們的工作的這個範圍 例如說嘉義縣 以這個雲林縣來講 他們其實範圍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一個媒體在這個地方派出的記者 大概是兩到三名 甚至電視台大概絕大多數都是所謂的單機作業 所以你要想像一個人要跑整個屏東全部 一個人要跑這個所謂的花蓮嘉義等等的一個縣市 這個其實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所以他們常常必須要透過團隊的合作 或是要透過縣政府的這個協助 所以常常會跟這個縣政府或是地方政府保持的一個非常好的關係 那他更糟的狀況是說 很多的地方媒體的這個記者的這個所謂的長官 就是他的報社其實也會有時候會要求這個地方的記者 除了這個採訪新聞之外 他還必須要承包一定的業務量 那更何況在台灣這個自入性行銷 雖然這個我們的採購法已經明定政府不可以去做這個自入性行銷 但是我們仍然看到有很多各式各樣的這種所謂的變形的做法 這種變形的做法其實也會讓這個媒體他去承包了 或是他們會成立一個公關公司 然後他們去承包這個案件 最後回過頭還是由記者來執行 所以其實慢慢的成為一種所謂的上行下效的這個文化 那同時地方政府也會想盡各種方法去操控控制這個媒體 不管是過去威權時期的這種所謂的威脅 或者是現在的各式各樣的利用的方式 這個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們不能夠單看 是地方記者個人的這個所謂的操守或是倫理的問題 是整個台灣的這個媒體 特別是所謂的地方媒體受到政治的壓力是非常非常大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這個媒體的主管 或是這個媒體公司的本身 能不能夠自己先去杜絕 能不能夠自己先去自我反省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另外一則新聞也是大家非常關心的 有關於江儀化到台大去演講的這個消息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則報導 加油我們下去 加油我們下去 整電話還有開電話 向民LY有各方的太陽會夏 cools雄光為民 推進今天一IC情義就是江儀化 將數到台大演講 又沒把這件 控制的攝影將近 Rajoyan 令全ي夠美 讓攝影團團幫 climate 江儀化 沒營沒燈 他便會在歐盤之前 審千年怎麼三個岐 結果他在接地鳳醫部 他只好經常Seer去港磅才 cage 在當中的報告之下 江一華今天不太能夠前進 現場又無法退卻 還有學生知道江一華說 三人鄉手 甚至跟團團 王江一華名頭正欽 控以學生不然 離婚一數年太陽會學問 同時行進一條江一華 蔡主委窟口行動 太過頭暴力 三二四開庭的時候 來跟大家 來跟那些受害者對話 我認為這就是在逃避 今天跟外交大媽 不再不再這三年所的團團 已經學問上平 令民一片混亂 在這位車 代代正在海外東工科 邀請海有江一華 特地學校分享 主題是正在這下江 能夠改變世界 就有望遠如遠 經過要用行動提示 但主辦單位正在海外 表示首先他不知道 剛剛的情況是 我們講說開始到進行了半小時左右 然後就有同學闖進 有同學就進來了 然後就表達他們的訴求 我們對於這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抱歉 這是 對 就是真的抱歉 農部的離婚現場 江一華並沒有表現聯合意見 控以學生蘇阿哥的民宿 下說他控以的原因 共調江一華又要賣給 社會代表一個交代 但是有學者對這邊的控以 有不同的意見 在面前的表現說 如果這樣 大家都期待無法就好 對所有意見不一樣的人 都做一樣的行為 並且說 這裡是都沒有屬於倫理的地方 記者中華報道 好 在這個報導當中 我們看到非常非常的激烈 當然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台大學生為什麼還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什麼太陽花 318已經是導致台灣更糟的一種狀況 318太陽花是不是導致台灣更糟 我想這是另外一個值得好好的去討論的一個議題 可是雖然台大的同學用這樣的方法去表達 有很多人是不太能夠接受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回過頭來思考 為什麼他們一定要用這種方式去表達 那這真的是一個去阻礙別人去演講嗎 還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其實也是試圖要跟這個前院長來進行溝通 那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318的這個事情 雖然這個已經進入到法院的這個裁定 可是到底誰是下令要去驅離的這個政府官員 或者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有沒有去檢討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違反比例原則 是不是有所謂的在執行過程當中的瑕疵 這樣的一個議題 其實我們都看不到有關單位更明確的這個正式 我自己覺得說很大像包括媒體的報道 會有一些評論說 如果這個是某某院長 例如說賴清德他當任這個行政院院長 然後遇到太陽化的時候 他會不會鎮壓 會不會所謂的驅離 那我想這個驅離恐怕是必要的 在某個角度來講 你今天闖到了這個官署裡面 那當然官署他必須要做某種的自我保護 可是這個驅離的方式到底ok不ok 也許當下做了某種的決定 可是事後呢 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去檢討 好好的去提出這個所謂的調查的報告 特別是如果當我們覺得 政府做這件事情沒有問題的話 那就去把這個問題 把這個所謂的原因找出來嘛 把這個事件檢討出來嘛 這其實是一個基本的 這個所謂的政治責任 應該要負的這樣的一件的一件事情 這也是民主社會必要的一種責任 政治的這個所謂的做法 那在這個事情之後 中正大學的同學也在 這個學校裡面的學術自由碑也舉辦了 這個紀念的這個 應該講說一個悼念的這個儀式 因為覺得這個原來這個學術自由碑的成立 是跟太陽化運動是有關的 那剛好江儀化也在中正大學任教 所以他們除了那個所謂的覺得去悼念 或者是覺得這個學術自由碑好像是廢了這樣的一個儀式之外 他們其實也提出了希望能夠跟江前院長江儀化老師 能夠有一個比較理性的對談 那我想至少這是理性的提出來 那就好好的來跟他談 把很多的問題講清楚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人物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情 好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亞太創意技術學院的最新的發展 看到這樣的裁決亞太師生真的真的有燃起的意思 真的是很開心 知道歡迎參對亞太創意技術學院的飲食當事選領裁定 王老師是很開心 因為好好當事會在七個國際停頓之後 就是因為當事會人所不足 我就討論停頓結尾 描述第一在月28號裁定 先選領學者 將會代表跟王老師在六位飲食當事中做當事會 站在整個大環境比較符合師生利益 全民利益的角度來一起努力 學校要客戶要正常 郭教官會這次 郭悠報雖然以外向歡迎申請選領 臨時當事 不過裁定書裡面說到 那是郭悠報說 尊重亞太主主選領的當事臨算 那為何要立法和司法機關來改立 那是歡迎 無實際來心虛 只用郭悠報所提供的無管政命端來選領 深期就輪罪 鄧姐請選領 嬰兒立議 也說到郭悠報 再客做歡迎 深究其他 特定的贊助人數選領 實在是不可處 所以我們也希望董事會現在人數足夠了 能夠盡快的開會來討論 到的無點心 無不合作 不過最終的當事臨算是誰人 都尊重歡迎裁定 這段好好全民停止交信 像春四月息宿板的學生 會做專翁 郁達 苦代才的學校 就欠老數的薪水 和優秀發展方向 會到由新臨當事會來討論 按照這段情報來看 天白是相改適合的路 記者綜合報道 亞太的事情大概也經過了一兩年的時間 不管是在公庫的網站上面 或者是在PN的網站新聞上面 我們都看到很多的相關的報導 我們看到走到的這個階段 似乎有一點點比較好的情況 就是一位原來的亞太的董事 只剩下三名 然後他也不願意去做 比較好的改善 高校公會還有亞太的師生 也提出了一些希望能夠去接管 學校董事會的這個所謂的 除了所謂的解散之外 好那假設真的要解散 那學生的權益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顧 是不是讓他必須要有完整的這個工作 這個所謂的學習的這個歷程 老師們的薪資等等 是不是應該要該還的就該還 但是更重要的是說 我們不應該輕易的就這樣放棄 因為它是一個教育的這個責任 是不是有可能讓亞太用其他的這種所謂的 在教育的這個體制之下能夠承擔 他本來就應該有的這個駕馭的 甚至在這個董事會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人有所瑕疵 有沒有所謂的外界所傳的這個 所謂的掏空的問題 都應該要一個一個的好好的解釋 一個一個好好的談清楚 以上就是這個禮拜的關鍵新聞